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全球定位系统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绕球大挑战 GPS的极限测试 二 卫星的告白 GPS如何找到真爱 三 时空旅人的指南针 GPS必险计 那么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绕球大挑战 GPS的极限测试 各位亲爱的地理位置追踪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让全球定位系统 GPS 汉颜的话题绕球大挑战 这不仅是一场对科技的极限测试 更是对人类耐心和智慧的考验 毕竟 让一个有冷漠的卫星组成的网络理解你想要环游地球的野心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GPS的工作原理 GPS是由至少24颗运行在地球轨道上的卫星组成的系统 这些卫星发送时间戳击的信号 你的GPS接收器接收这些信号后 通过计算信号的传播时间来确定你的位置 这听起来很简单 对吧 但是 当你决定绕住这个蓝色小球走一圈时 事情就变得有趣了 想象一下 你带着你的GPS设备从赤道出发 想细行进 随着你的移动 GPS卫星群也在不断地变化 新的卫星升起 旧的卫星落下 你的GPS设备必须不断地更新 计算新的位置 这就像是在玩一场宇宙规模的接地赛 但是 这场比赛并不总是那么顺利 有时候 GPS信号会因为大气条件 建筑物或者其他障碍物而受到干扰 这时候 你的GPS设备可能会显示 你在海里游泳或者在空中飞行 而实际上你只是在寻找最近的咖啡店 更有趣的是 当你穿越不同的时区 甚至跨越国际 日期变更现实 你的GPS设备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迷惑 不知道是该让你回到过去还是送你到未来 当然 这只是一个比喻 GPS卫星是不关新时间旅行的 它们只是冷冷的计算数据 确保你的位置尽可能精确 绕球大挑战不仅考验了GPS技术 也考验了人类的创造力 有些冒险家会使用多重技术来补充 GPS 比如星盘 太阳螺盘 甚至是传统的地图和螺盘 这些工具在电子设备失灵时 可以成为宝贵的后备选择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绕球大挑战不仅是科技的胜利 更是人类精神的展现 无论是用GPS还是用星星来导航 最终都是人类的好奇心 和探险精神驱使我们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所以 下次当你的GPS 在某个偏远的驱逝临时 不妨笑一笑 想想 那些古老的探险家 他们没有卫星 只有星星 但他们的脚步从未停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卫星的告白 GPS如何找到真爱 各位亲爱的地球居民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浪漫至极的科技故事 这是一段关于卫星的告白 一个名为GPS的天才 如何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了他的真爱 地球上的每一个位置 首先 让我们介绍一下 这位天空中的单身贵族 全球定位系统GPS 它是由一群高智商 高颜值 高飞行的卫星组成的 这些卫星在地球上空约 两万零二百公里的轨道上 以约一万四千公里 小时的速度环绕地球 他们的工作就是 无时无刻地向地球发送信号 这些卫星就像是在宇宙中 寻找真爱的单身汉 他们的信号就是在宇宙交友网站上 发布的个人资料 每当你的GPS接收器 也就是你的手机或导航仪 打开时就好比是在浏览 这些单身卫星的个人档案 寻找那个能够引导你 走向目的地的完美伴侣 当然 这场寻爱之旅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GPS卫星在发送信号时 必须克服太阳风 宇宙射线 大气层的干扰等种种挑战 就像是在现实生活中 寻找真爱时必须克服的种种困难一样 但是 这些卫星拥有高超的技术 和坚定的决心 他们利用精确的原子钟 和高科技的信号加密技术 确保他们的告白 也就是信号 能够准确无误地传达到你的接收器上 当你的GPS接收器 接收到至少四颗卫星的信号时 就像是在约会网站上 匹配到了多位合适的对象 这时候 接收器会进行一番精密的计算 确定你的位置 这就好比是在众多追求者中 找到了那个最能点燃你内心火花的人 这个过程称为三角测量 通过计算你与这些卫星之间的距离 GPS接收器就能够精确地定位 你在地球上的位置 这就是卫星的告白 他们告诉你 无论你身在何处 他们都能找到你 并且引导你前往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所以 下次当你打开导航系统 不妨对珠天空中的这些浪漫的卫星 说一声 谢谢 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科技的奇迹 更是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世界中 帮助你找到方向的忠实伴侣 而这 就是GPS卫星如何在宇宙的海洋中 找到它的真爱 也就是你的位置的浪漫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时空旅人的指南针 GPS避险记 各位时空旅行的勇士们 欢迎来到时空旅人的指南针 GPS避险记的奇妙世界 在这里 我们将一起探索这个小巧玲珑的科技奇迹 全球定位系统 GPS 它如何从军事秘密武器 变成你口袋里的时空导游 首先 让我们回到1978年 当时的GPS 就像是一个刚出生的星际婴儿 只有几颗卫星在天空中闪烁 这个由美国国防部开发的系统 原本是为了让核潜艇和战机 在全球范围内精确定位 想象一下 这些高科技的玩意儿 在冷战时期是多么的神秘和强大 它们能够告诉军队 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里的缺切位置 精确到机密之内 但是 就像许多军事技术最终都会的 GPS也开始向民用领域渗透 到了1990年代 普通人也能使用这项技术 而不必担心会被误人卫视间谍 或者外星人 当然 最初的民用 GPS设备大的像是一块砖头 而且价格昂贵 但这并没有阻止它成为 探险家和地理爱好者的新宠儿 随着时间的推移 GPS卫星群也越来越壮观 从最初的几颗 发展到如今的30多颗 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定位网络 这个网络如此强大 以至于即使你在喜马拉雅山的某个偏远山谷 或者在亚马逊雨林深处的沼泽地 它也能告诉你你的确切位置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哥伦布有了 GPS 他可能就不会误打误撞地 发现美洲了 他会直接输入印度 然后 GPS会告诉他 哥伦布先生 请在下一个大洋右转 或者想象一下 如果拿破仑在滑铁路战役中使用 GPS 拿破仑 您的目的地在左侧 但建议您避开 因为那里交通拥堵 全是铺路式军队 当然 GPS不仅仅是关于地理位置 它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从导航到地理标签的社交媒体帖子 从时间同步到地震监测 它就像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电子精灵 随时准备帮助你找到最近的咖啡店 或者告诉你 你的网购包裹正停在哪个转运站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 GPS如何 从一个顶级军师秘密 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时空旅人们 无论你们身在何处 无论你们穿越到哪个时代 记得 有了GPS 你永远不会真正迷失 只要你的设备有电 卫星还在转 你就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指南针 带领你穿越时空的迷雾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和GPS一起绕球大挑战 探索卫星的告白 还有GPS的历险计 从这些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GPS技术的发展 以及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GPS的工作原理如此神奇 它让我们能够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定位自己 找到前往目的地的路 它不仅是一个精确的导航工具 也是一个全球定位网络 让我们能够在浏览社交媒体 购物 甚至在地震发生时 得到及时的信息 但是 我们也看到了GPS的局限性和挑战 它可能因为信号干扰而出错 或者在过去和未来的时区 变更时迷失方向 然而 这些问题并没有阻止我们 对未知的探索 就像古老的探险家一样 我们不仅依赖GPS 还依赖自己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GPS技术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曾经在使用GPS时 遇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快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吧 无论你对GPS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观点 都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我们期待着和你的互动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永远保持好奇心 勇于探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